第三步 既然有了这样一个数组 我们要动态的 动态生成组件 动态生成 我们的UI 说白了就是我们的TextView TextView 第四步 就是循环 附上颜色 附上颜色 就这样的一个四步 这个流程大家理解吧 就我们在开发这类程序的时候 这样的思路一定要清晰 你代码刚开始不会敲没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进入到Android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步我定义了一个颜色 定义到哪里呢 定义到 一个资源文件里面 大家看 这里就有几个颜色 包括了什么 就这七个吧 就这七个颜色 这个颜色的写法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因为我们网页的颜色也是这样的 这个是典型的RGB 这典型的RGB的这样一个格式 大不了就是ARGB 就Alpha它的透明度 再加两个书 也对 也OK OK 那么这样几个定义了之后 我们下面在代码里头 我们来看一下 用了这样的一个方法 叫 又是叫 不是这个 点错了 在代码里面 我们用了一个方法叫GetResource 就得到资源 这个 是为什么要用GetResource 你现在先不管它 你就知道 反正就是通过GetResource 然后GetStreamArrows 就得到字符串资源 并且 从哪个里面得呢 就是R.Arrow.ColorArrow 这个XML文件里面 去得到 对吧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 那个文件的这个路径 或者ID了 那么 从这个文件 我们得到这个资源 把它转化成什么呢 转化成一个 Stream Stream字符串类型的数组 这数组的名字叫 Acolors 叫Acolors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起码 我们就知道 OK 现在我们这个数组 在执行到这儿的时候 它肯定有 有七个 那个XML 这个吧 不是这个 它肯定是有 七个我们的 这样的一些值在里面 大家就这样知道 知道它就行了 那么 为了知道 印证正确与否 待会我会把它打出来 打出这个数组的 就是里面有几个元素 你一看 是不是跟我们的 XML能匹配上 就知道了 那么得到了之后 我们刚刚说 下面我们就要干嘛呢 我们就要动态的来生成了 动态的生成 这里有一点小技巧 比方说 同样的 我用了一个什么呢 同样的 我用了一个 Liner Layout 就是它的根元素 根元素 什么叫根元素呢 这个大家要记住 就是我们在所有的配置文件里面 都会有一般情况下 仅有一个根的根元素 就拿这个界面来说 这每一个 它们之间都是平级的 但实际上 它最上面的 可能是这个 Score Web 就是一个拖动 拖动的那个滚动条 或者是个Liner Layout 就是一般情况下 尤其仅有这样一个 好 那我们这个 也是一个Liner Layout 那么 并且给它设置上 它的显示属性来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循环这个数组 大家看 我现在已经开始循环这个数组了 并且 每次的时候 我都要去 new一个Text View 大家看没有 会new一个Text View进去 这里会传入到一个 它当前上下文 就是new this就行了 然后给当前这个Text View 给当前这个Text View 设上一个文字 就是这个文字 就每次我都会去 new一个Text View 然后 给它设上文字 给它设上颜色 就是说白了 就设属性了 并且给它设上颜色 这个颜色 就是数组里面的值 我把它进行一个转换 因为Cara在这里面 是NT类型 我把它由这个Stream类型 转化为NT类型 就是加了语言的东西 最后我干嘛呢 最后我们 要把它填到 它的副式图上面 这个大家理解吧 就是 它在这里 它本身是一个视图组件 那它 你把它属性 什么都设定好了 实际上 你是看不到的 因为你没把它填到 这个窗体 这个根视图上面 你把它填上来 它就看得到 所以同样的 你再生成一个其他的 再往它进里头填 就是有同样的 一个空间处 这个跟我们网页 是一样的 这个大家就 类比网页就行了 我们的HTML 是怎么样做的 添加上来 然后最后 再set一个Content View 最后效果 就是这样子 那么为了证明 我没有下吹 没有下说 那我们再加几个东西 我们看是不是动态的 试看一下是不是动态 我们再加几个颜色 这里大家自己随便设就行了 我也不知道 这些值出来 会是什么样子 颜色的数值会是什么样子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一个 好 再一行一下 在安装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这些信息 正在上传 看到没有 它很清晰的提醒 我们正在uploading 正在上传这个APK 这个APK有点大 因为这里头有个MP3文件 然后正在安装这个APK 所以其实计算机跟我们的交互 这一块非常重要 我们随时都可以看 好 安装成功 启动我们的activity 启动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进来了 还是点这里 看到没有 是不是多了 是不是多了 肯定不止七个来 我们为了证明 是不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十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日志 这个日志 现在大家不需要掌握 后面我们会专门讲这一块 还记得我当时打了一个sundi 什么东西吗 sundi加一个数字 对不对 确确实实是十一个吧 我们那个数组里面 这是我们打出来的一个log OK 那么至此我们就知道 原来我们的数组作用还蛮大的 那最多的用处是什么 就是用来做数据源 最多的手 用来做简易的数据源 好 这一块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这就是我们数组的 用数组来工作 给大家讲快 我这个代码写起来要写很多 OK 没有问题 我们能听明白吗 Arius它本身就是数组的 它本身的含义就是数组的意思 当然也有这样的一个类 但实际上我们在用的时候 在加上里面用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这样子来声明 你看啊 看一下我们数组的声明 是怎么样声明的 你还记得在加上数组的声明吗 看到没有 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声明 但是它实际上就是Arius 但其实也有Arius这样一个类 还有Arius这些东西 这是最简单的数组的声明 好 第三点 这个数组和这个迭代 跟迭代器 因为我们现在的数组的话 其实它们不涉及到一个迭代器 那么实际上到后面的话 我们的 我们会讲到一个迭代器 这就是什么Arius 他们就都会有这个 还有Connection 这个数据集合 都会有一些迭代器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有一点 相反的一些 不一样的一些做法了 那么这个的话 大家可以下来自己研究 把它们进行类比 迭代说白了 就是有一个标签 像一个游标一样的一个东西 有一个像游标一样的 可以让你for each 或什么的 那我现在来说一下反射 为什么要用到反射 这个跟我们的设计模式 非常有关系 在我们Android里 我们在Android里面 做到很多应用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到反射 包括大家玩过G2E的 都知道什么依赖注入 对不对 这些东西 什么控制反转 如果缺了反射 我们这些模式 都不可能存在 所以反射 说白了就是什么呢 就是把我们的一些 把我们的一些文件 把我们的一些字符串 把我们的一些地址 上面的一些具体的 我们的一些配置信息 能够把它动态的 在运行期 能够把它实力化 并且我们能够操作这个实力 这就是反射 那么这个例子 可能说起来 大家不是特别形象 不是特别形象的话 那我举这样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布局文件 比方说我们刚刚讲过的一个 Color这个界面 你想象一下 这个文件 它本身是个XML 对不对 它是个配置文件 是个文本文件 但是 它在我们的这个界面上 它表现出来这么复杂的一个效果 那请问一下 我们既然说 在语言里头 一切皆是类 一切皆是类 那肯定界面也是类了 对不对 界面也是类 我们猜想一下 会不会有一个类 跟它这个 这个对象同名 大家看 这个标签嘛 叫Line Layout 你猜想一下 有没有 在中知道有吗 你知道有吧 OK 那是一定是有这样一个类 跟它是同名的 对不对 那同样的 我们也知道什么呢 它的显示 是不是必须要实力化 一个Line Layout 肯定是要有的 对不对 所以 但是它怎么实力化的呢 就是由这个X3ML实力化的 由这个X3ML 因为这个X3ML里头 我们还可以放TextView 还可以放什么Button 就每一个都是类 它会去 把它实力化 那么这个实力化的过程 它怎么做到的 请问 实力化的过程 它怎么做到 我会告诉你 在加码里头有一个关键词 叫Class4 Foreclass Foreclass Class4 我对你忘了 好像是Foreclass Foreclass Foreclass就是反射的第一步 根据一些标签 能够把它返回 跟它同名的Line的实力 所以你想 如果这个Android的这套框架 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我们来作为Android的架构师 我肯定要有一套机制 干嘛呢 是不是来做 这些配置文件的实力化 这个工作 这个就不用反射了 这就是我们的反射 能理解吗 但是一般我们在应用程序开发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 如果框架设计的需要 就你应用程序框架设计的需要 那也有可能会需要动态的实力化 对不对 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比方说我们最典型的企业应用 我们到时候完全有可能就会在XML里头 配置我的企业业务逻辑 比方说我用XML来配置我们的工作流 工作流程 第一步是什么 发请假条 第二步是审批 第三步是审批没通过怎么样 全部配到XML里头 那么我们的程序在运行的时候 会动态的把它生成我们的一个工作流程实力 这个时候我们的这套框架 也需要通过反射来设计 能理解吗 不能理解没关系 只要理解到我们要用到反射就行了 OK 好 那么在这一块 我们要用到这些反射 包括我们的 包括我们这些layout 都是必须要通过反射才能达到的 所以说各位 我们才需 我们会用到很多的地方 都会用到 都会用到这些反射 它的重要性是非常大的 没有反射可以说我们就没有Android的框架 没有反射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用这些layout的配置文件 没有反射 我们就没有办法用这些manifest的这些XML配置文件 因为我们这些XML里面的 所有的什么我们配置的Activity也好 Service也好 它最终是不是也需要实力化 全部通过反射来实现 全部通过反射来实现 那么 那么这一块 这一块 我们给大家 看一下 reflection 的 这样一个例子 给大家看个例子 这个例子我就不运行了 我们在Android的里面有一个这样的类 叫notification manager 就管理我们的那个消息提醒 就是Android的最上面 什么你有邮件来了 那个邮件通知的那个manager 是在这个包下面 Android的APP这个包下面 那么我通过forclass 就class.forclass这样的一个方法 把这个传进去 返回的是什么呢 返回的就是这个类型 返回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类型 那么 那这个类型的话 我在返回了过后 我在转换了过后 当然我本身我在这里 这个常量 我给它定义的就是一个class 普通的就是 积累吧 积累 但你也可以给它定义成 这样一个类型 这样子它就会根据 这样一个包名 这样一个类名 把它进行实力化 实力化了之后 我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包括什么呢 去调用它这里面的一些方法 和调用它里面的一些构端文数 class name 不是class name 这个class有很多的方法 比方说里面有一些什么 Hello World ToStream GetClass 然后还有GetMassile 你看我就可以得到它的方法名称 得到这些方法名称 它返回的就是一个方法的实力 我们在调用这个方法的实力 我们那个方法就执行了 举个例子 就是在这个里面 在我们的notification manager里面 比方说我们给它添加了一个方法 叫Hello 那么同样的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 是给它实力化了过后 我们同样可以调用到Hello 这个方法 那么这里我就不写代码去演示了 大家可以下来了解一下 另外就是我们还可以检查它的一个构造函数 检查它的构造函数 看到没有 都是通过Get 得到它的一个declared的构造函数 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 这个是加瓦语言的东西 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也用不到 我这块内容讲得很高深了 因为反射很多时候 至少一般情况下大家在开发应用的时候 不会运到反射 除非你是作为架构师 作为架构师设置一些框架 那么它就会返回这样的一些构造函数 那么基于这个构造函数 你怎么用 那就你的事了 我就不说了 同样的我们再来检查什么 它内部属性 然后它里面有一些什么长宽高挖 这些属性 同样的我们可以用Get GetFuse 返回它的一些属性 然后基于下面得到这些属性 过后你怎么用 那又是你的事了 那么同样的 同样的 我们还可以看到 用到了反射 我们还可以做到很多的事情 包括检测它内部的一些方法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G2SE的内容 检测内部的方法 就是得到 得到声明的方法 然后得到声明方法过后 我当然也可以去调用这样一个方法 去调用这样一个方法 实际上大家看 这是一个方法 方法的这样一个数组 对不对 我得到这个类里面所有的方法 我试着来调一个 第一个 invoke 看到没有 invoke就是执行的意思 执行的意思 所以 一旦调用这个 你那个方法就真的被执行了 那么所以并不是说 一定你要什么 静态的声明这个类 然后什么 new一个这个类 才能去 去得到这个实力 不一定 不一定 这种情况最适合于就是什么呢 把配置文件 没什么 你 听到这个类